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5月14 农历是3月25星期天 温馨5月共聚此时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 母亲节除了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 送上一句母亲节快乐的祝福之外 也要共同来庆祝福旦节 迎接全球慈祭日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 除了要关心世界大事 也有各地的预佛相关报道 更重要的是不能错过 还有在稍后上午7点钟 我们将同步为您现场直播 2023佛旦祈福 佛恩 亲恩 众生恩 花莲 预佛大典 现在在花莲的金司堂道旅广场的现场 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情况如何 我们要连线给我们的记者 唐禅君以及邓明宜来告诉我们 禅君早安 广场聚集了3000多人 此时此刻花莲金司堂道旅广场聚集了3000多人 经过昨天的总彩排一早再次复习调整 不管是战佛祭绕佛绕法 大家前程何时 一遍又一遍尽心礼佛 为纪念佛陀降临世间 后代的佛教徒会在佛诞这一天以御佛来洗涤心灵 台湾在1999年制定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定为佛诞节 跟母亲节同一天 而慈祭更结合全球慈祭日 每年举办 玉佛大典透过转播在这一天全球慈祭人共享盛举 而今年预计有四十六个国家地区参加玉佛 慈祭五十七周年玉佛大典即将在七点钟正式开始 回归佛陀本怀弘法立身的精神 邀请大家一起体会庄严祥和的心灵饗宴 而昨天下午禁私经社法师以及相关玉佛人员 也都抓紧时间做最后一次彩排 众人虔诚一心 希望稍后的玉佛大典一切顺利 来看这则报道 玉佛大典前的最后一次彩排 大家沉淀心情 用心脚下 把今天一些烦躁的事情 就透过这玉佛的彩排 也变得就是比较冷静 要跟上大家的步伐也很不容易 所以要透过很多次的练习 大家都用虔诚的心来祈福 刚好也是干旱的时期 所以也来祈雨 希望这个比较干旱的大地 都有这个雨的滋润 我看大家都好尽心尽力 虽然雨一直下 我们雨也都湿透到里面去了 但是大家还是精神抖手 因为我们对活头的尊敬 同样的动作一遍又一遍 礼求圆满 每一个人都有内心无限的感恩 然后也能藉由这个机会 来邻居来自不同区域 国家 整个下午天气不佳 身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但大家心情都很美丽 期待即将到来的玉佛大殿 大海新闻 牛书评仪 刘洪志 花莲报道 透过刚刚的报道 还有连线的现场 可以知道花莲现在是下着小雨 那么参加玉佛的 禁思金色法师还有会众们 都穿起了轻便雨衣 大家是道心不退的 而在这场花年的玉佛现场 还重现了2500年前 佛头在灵旧山说法的场景 也象征禁思金色法师们 求法的精神 那么现场还有外籍学生 一起来参加 进行锁定 稍后大海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一起来玉佛 另外今年慈禁玉佛大殿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菩提叶了 每年的玉佛大殿 会众会跟着司仪的口令 旅佛族接花香 当会众在佛头法相前 双手沾着香汤 弯腰礼记合掌之后 就会拿起花香顶礼祈祷 那么今年接花香 那朵玉兰花 就用菩提叶来取代 这片菩提叶是用环保材质做成的 上面还有玉佛祭要传递满满的祝福 清绿透亮的菩提叶上头刻写玉佛祭 我们希望会众都能够拿到 这片结缘的菩提叶 在典礼上的话需要唱诵的时候 他们也都能够了解经文的内涵 今年慈祭玉佛典礼礼佛族接花香 该与菩提叶代替香花 15万片菩提叶的制作材料 完全来自慈祭环保志工的奉献 我们非常感恩这个环保菩萨 他们每天用心地回收这些宝特瓶 然后又把这个瓶盖平环给去除 所以才会有这么纯净的这个PET的材质 环保菩萨的奉献加上企业家投入的技术 原料完全来自回收宝特瓶 从抽丝制成透明保胶片 再进行印制与切割 整个过程废工又废心 它胶片比较滑 所以它呢在裁切的时候容易滑动 滑动的话造成说它的准度会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印刷 啄末度会啄不上去 容易掉色 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克服的 当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非常的高兴 有内心高兴起来 然后这个觉得说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可以让很多人受用 五灼众生当中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苦 那很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灼气当中 能够有清流 那度化功德深入海 能够帮助更多苦难的众生 让他们回归到我们内心的亲近 片片菩提叶象征亲近新地 但愿更多力量汇聚 建设人间净土 大爱新闻 杨鸦颖 梁家明 台北报道 今年因为疫情缓和 防疫降阶 睽違三年终于是再度恢复 举办大型的预佛活动了 除了在花莲之外 今年晚间呢 台北场次的预佛大典 也重新回归到了中正纪念堂 来登场举行 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大爱台也会同步进行转播 进行锁定 或是呢 观众朋友也可以扫描画面当中的 这个QR Code在网路上来进行收看 共同亲近自心 回归佛陀的本怀 在荧幕前跟我们一起 共同零秒差 一起离佛族 揭花香 祈求天下 无灾无难 而今年呢 大大小小的慈祭 预佛活动场次 总计呢 有46个国家地区 超过13万8千人 同瞻法喜 以和供养 制成祈愿 上达诸佛菩萨厅 而呢 在与佛相遇的同时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佛教圣地 在印度的 菩提加爷的 摩赫菩提寺 是全球 佛教徒呢 最想朝圣的地点之一 因为那里是呢 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 悟道的地方 今年的佛旦节 慈祭志工呢 也要在这里呢 举办御佛活动 展现另一种 佛教之美 回馈佛恩 5月初的魏赛节 世界各地的佛教徒 齐聚菩提加爷 以游行来庆祝今日 紧跟着而来的佛旦节 新马慈祭志工 想在佛陀悟道之地 举办御佛 但不知场地何处寻 还好志工拜见了 摩赫菩提寺的住持 查琳达尊者 表达了慈祭想要 弘法立生回馈佛国计划 后来获得尊者的应允 因此今年慈祭的御佛 就在这一座寺里进行 在台湾回来 上人也亲手吩咐 要把我们的小尊的 琉璃佛送给他 他很喜欢我们上人 送的琉璃佛 尊者提供菩提家业内 各国佛寺的礼担 志工用诚意 主义拜访和遥远 我们在学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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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步骤 来发展佛陀佛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明白 什么我们必须要做 或什么 我们必须要调取 来利用所有信仰 今天我们就是邀请法师 让他们更明白 慈祭所办的这一个义佛 也进行彩排 让他们更了解佛法之美 不只庄严 而且很色心 希望我们可以结合 法师在本土的力量 能够把佛陀的精神 更普及化 志工邀越玉佛的脚步 也走进校园 带动禁思与教学的同时 佛陀的故事 也成为素材 我们透过西达多太子的故事 甚至我们采用本地的印度文 歌颂母亲的音乐跟影片 来让孩子了解母亲的伟大 最重要就是邀请双亲来参与玉卒 让他们能够礼谢父母亲的恩德 让他们能够礼谢父母亲的恩德 将在佛陀悟道之地亲近战绑 戴新闻 这场美职工 江新晏 陈顺福 杨文辉 印度报道 今天母亲节 佛弹节 全球慈祭日 三集合一的日子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这两天呢 带来这个灵星的雨势封面 那么已经移动到了巴士海峡上头了 南部以及东半部 可能会有短暂正雨发生 而中部以北来说呢 是相对影响就变小了 但是要叫提醒您 母亲节如果有规划外出 或者是参加相关的预佛活动的话 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避免淋雨 而在温度方面 各地早晚都是稍稍偏凉的状况 那么最低温的话 是21到24度左右 接着来关心详细的温度数据 下段新闻要关心的是国际间又出现坏天气的威胁 孟加拉湾的摩卡气泉现在来势汹汹 缅甸还有孟加拉这两个国家 现在都加强防灾措施 休息一下 欢迎在三分钟之后 再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别以为一呼吸淡淡 就能养入虎口 手机 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我们下期见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感谢您继续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接下来关心的是工地又发生了意外 新竹在上个月才发生地面坍塌出现了天坑 吞下了一台特斯拉汽车 没有想到在昨天的时候 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处新建的工地旁边道路 也出现地层下线的情形 导致崇德街60项的地基被掏空 出现长15公尺 宽3公尺 深2到3公尺的大洞 虽然马上进行灌浆作业 但是随后又传出了 二次的坍塌 受到波及的住户 大约有3到4户左右 台北市政府是紧急进行 相关的安置作业 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昨天傍晚抵达事故现场听取简报跟济师的说明 要求妥善安置以安全为重 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大洞的出现 让住户们前面停放的机车 脚踏车还有柜子全部掉进去 接着在傍晚的时候 坍塌的范围再度扩大 连工地的围里也都应声倒塌 消防局接获通报 也规划了警戒线 总计救出两个人 同时也疏散两个人 还有一名85岁的老妇人预防性的送医 索性都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形发生 现在当地也成立了指挥中心 至于坍塌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在关心国际新闻的部分 来看到坏天气的威胁 孟加拉湾 今年第一个热带气血摩卡来势汹汹 预计15号就会从缅甸西部登陆 相邻的国家孟加拉东南部地区 现在也受到了威胁 当前两个国家都加紧防范措施 缅甸若开邦的海岸风浪增强了 沿岸城镇有许多店家都关门 而在孟加拉的部分 这个风暴潮上看3.6公尺高 许多渔船都上岸停靠了 面对可能是当地近20年来最强的风暴 有几座机场都已经提前关闭 政府也设置了1500处的避难中心 严阵以待 再关心的是苏丹内战的问题 现在内战出现了和平的曙光 在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协调之下 苏丹军方跟敌队的阵营 日前签署了一份协议 承诺为逃离冲突的平民 提供安全通道 并且会提供所谓的人道援助的部分 那么根据了解 这项协议是为了让数百万计的平民 可以安全地离开 掌声响起调停苏丹内战 冲突双方在沙烏地阿拉伯及美国介入下 11号在沙国大臣吉达签署人道协议 承诺为逃离冲突的平民开放安全通道 并提供人道援助 联合国表示这项最新协议 是苏丹迈向停火重要的第一步 并希望这项声明能让人道组织 迅速安全地扩大救援行动 苏丹正规军与准军事组织RSF 为争夺政权爆发血行冲突 央及首都喀吐木等地的无辜百姓 联合国预估将有八十万人逃离苏丹 目前已有二十万人逃往邻国 美国正努力协调为期至少十天的停火协议 但苏丹局势混乱军队不受指挥控制 联合国正努力协调为期至少十天的停火协议 但苏丹局势混乱军队不受指挥控制 联合国甚至有价值守协议 数百万美元的粮食在首都喀吐木被RSF洗劫一空 民众期待的和平恐怕不会太快到来 达新闻 武贵正编译 苏丹这场内战冲突对区域稳定也带来严重的打击 连这个贸易也受到大大的影响 现在所有出口的货运都要绕远路 对周遭国家的经济贸易来说都是严重的打击 城市烟消密布 苏丹两军爆发内战冲突 小老百姓纷纷走壁 不仅对区域安全造成冲击 也对经济贸易造成严重影响 卡车在运货物前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埃及有高达46%的出口贸易都借到苏丹运输 2013年起还兴建了两条高速公路 目标要在2025年提升出口贸易金额至150亿美元 但经贸振兴计划现在全被苏丹内战打乱 现在全部都在一坏 因为战斗 但运货业与海贸易金额离 而且现在有很高的危险 要改走海路 陆路不通 货物出口要改走海路 但运费成本大增 出口商仍在观望评估可行性 埃及出口委员会指出 目前可行的两套替代方案 其一是经由鸿海在吉布地港卸货后 运往伊索比亚等国家 至于更南端的内陆国家 则可透过肯亚的蒙巴萨港 进入乌干达 卢安达和普隆地等市场 降低战争对贸易出口的影响 大海新闻 吴贵真编译 新闻镜头转到美洲 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在墨西哥的边境 迅速是驱逐移民的法令 前几天5月11号已经到期了 两国的边境现在实施 全面改革的政策 开放让移民可以来申请 线上新的庇护措施 聚集在边境处 等待踏上美国国土 背着家旦与孩子冒险渡河 不屈不扰的坚持 只是为了追寻美国梦 但大批移民尝试 勇闯边境的场景 逐渐有了改善 随着美国法典第42卷失效 新的移民规定严格升级 为了避免被驱逐 还吃上刑罚得不偿失 许多墨西哥移民放弃非法途径 转了使用美国政府 推出的应用程式 CBP-1申请庇护 拜登政府与加拿大和西班牙 表示将携手合作 在西半球成立100多个处理中心 让移民不仅有机会 申请合法资格 还能选择入境这三个国家之一 投入劳动市场 政府指出 目前能透过CBP-1 预约入境的移民上限 为每日740人 未来有望增加到每日1000人 严格管控下 以合法入境作为保障 美国能否有效解决困扰已久的移民问题 全球拭目以待 带新闻王家正编译 今天母亲节 妈妈们会期待收到什么样的母亲节礼物呢 来看到的是板桥的慈祭志工 帮几户单亲家庭的妈妈过母亲节 有人是从越南远嫁到台湾已经20多年了 但是却第一次来过节 也有罹患癌症的母亲 志工协助他们安装洗手间的安全扶手 当作最实用的母亲节礼物 母亲节 拜访照顾户 板桥慈祭志工的伴手礼很特别 洗手间的各种安全扶手一应俱全 你坐下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已经很低了 高一点的话 你可以拉高会比较好起来 离爱的王女士 最近刚从医院开刀返家 目前有女儿照料生活起居 不过因厕所的盥洗器材 都年代已久有些故障 志工趁节日关怀 增加使用上的安全度 这个礼拜刚好是母亲节 然后我们也利用来跟妈妈祝福一下 也顺道说把这个安全的设施 赶快把它弄好 让它在使用上面可以更安全 很感恩今天师兄师姐来我家里 帮我装那个厕所无障碍的栏杆 这么大的福分得到你们的大家的祝福 真的很感恩 真的 从越南远家台湾的时事 先生工作不稳定 家用几乎全靠他支撑 还好儿女都孝顺懂事 第一次过节的喜悦 在脸上表露无遗 我给你帮我来二十二年了 我来给你帮我母亲 感恩上人 送我里